生活懒人包则是要来关心 今年受到疫情的冲击 国际黄金价格从三月份开始一路飙涨 最近还有网友在美式大卖场连锁的这个脸书社团 po出了两年前的金条 当时售价一公斤是123万元 但是两年过后价格飙涨 已经来到了每公斤185.5万元 等于相差两年是有着62.5万元的差价 也让po文民众大叹 实在是千金难买早知道 两条金项链 棒称一称大约2.4两 换算最新牌价总价值超过新台币17万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际金价 持续看涨 最近更有网友在知名的连锁卖场 脸书社团上po出两年前的黄金条价格 当时每公斤要价123万元 经过两年 现在一公斤价格来到185.5万 前后相差62.5万元 po文民众好无奈直呼千金难买早知道 经事业者就以疫情前后的金价来做比较 平均疫情差了新台币30万元 三月份黄金一两是五万九 那以今天的金价来讲 一两的话是七万零九百 一公斤的黄金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差价已经有30万 只是金价再涨 确实难以吸引民众花钱买黄金 太贵了啦 你一直贵下去 没有人要买啦 太贵了买不下手 至于黄金价格 未来还有没有可能再涨 答案很肯定 瑞银明年的反望 看黄金的金价 已经看到一盎司2300美元 看准金价飙升 金市业者也观察到 近期来卖的人 的确比买的人还多 全球疫情还没趋缓的情况下 民众想要冲一波 可能口袋要够深 又或者想要等到金价 回稳再进场 短期内恐怕也回不去了 接下来讲讲林一新 台北参谱